如果新竹的地方派系 认为说这个邱承远 他们没有办法信任 我觉得他们真的会给压力 让高宏安把他吃掉 不过国民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要回过头来看基隆选举 如果你现在你的动作 在新竹动得太大 你们谢国良在基隆 也快要被罢免 我到时候在关键时刻 如果收手 你谢国良就被罢掉 所以我觉得新竹的这一局 跟基隆的局 其实息息相关 蓝白都还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所以到底高宏安要不要迟 都还是看地方派系要挺谁 而地方派系能够控制高宏安吗 当然可以 之前李中庭不是一个月收 这个BB50万 这个案子检察官还没办 这个有政治现金违反政治现金的问题 因为李中庭是有挂劳健保在立法院的 那他怎么可以这个时间还去收BB的钱 那这是不是有帮老板去收钱 这到时候如果检察官要办下去 这也是不丁料 这个金流要赶快查 是啊 50万金男朋友的账户 最后会不会回到女朋友这边 没错 而且这到底为什么他要给李中庭 就是说BB为什么要给李中庭 这个政治现金到底有没有其他 违法的这个金流的问题 其实都还在要查的过程中 所以还有好几个案子 是这个还摆着没有查 对 好了高宏安现在是退出民众党了 所以现在柯主席管不到他了 是不是柯文哲说 这不是民众党可以控制的 有关高宏安是否请辞 这件事情民众党邱成远跟高宏安 现在叫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这么讲 邱成远是民众党的 现在他是代理市长 但是如果高宏安一辞职一补选 他就不是了 他什么权力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现在三组人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民众党高宏安跟所谓的邱成远 所以以高宏安的性格 他是不会辞的 他现在可以马上指挥你邱成远 拆看板就是拆看板 他几乎就是地下市长 所以他即使没有所谓的市长这个名称 虽然没有办法领半薪 也不用去接济他 因为他有一千多万的存款 但是他可以实质是指挥 整个新竹市政府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才是他的最高利益 但是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很怕二审被判决出来之后 变成是民进党派贷 这个东西是国民党害怕的 所以国民党一直有人希望高宏安能够辞职 我就奉劝国民党不用去劝高宏安 高宏安的利益就不辞 不辞才是他的最高利益 干脆支持罢免团体 把高宏安罢免掉 重新补选不是吗 蓝绿要在新竹市联手了 联手 蓝绿联手 罢免高宏安 这样我们朱驴会写牙膏 不要乱讲 高宏安就不可能辞 太有重点了 因为他的利益就是在12审之前 他一定还要维持着他对新竹市政府的影响力 这个还是符合他的最高利益 所以蓝白现在建在二审之前 他们其实是不合的 所以蓝白未来要合 还是要等二审出来之后 甚至到2026年才会去谈判说 我们蓝白要不要合 而蓝白在新竹这局合不合 其实不是合 叫换不换 新北跟新竹要不要换 黄国昌你把他退出来 说你不要选新北了 新北你支持国民党 这个比较大嘛 换新竹 竹北嘛 竹北换新竹县啊 OK啊 他们只愿换竹北而已 看 黄国昌子沦落到 只能选竹北市长了 对 连新竹市长都不让了 另外就是立委跟县市长换嘛 但是没错 钟小平为什么他们现在有底气说 你只能做竹北市长 因为他们民调只剩下6%嘛 6%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都观察 所谓的气保线 气保线就要15% 15%以下我根本不跟你换了 我在选举的时候 你都不理你 选举的时候操作气保就可以 这为什么国民党现在有底气 跟民众党喊牌说 你们的人要选就加入我们国民党 不然我就气保你 否则国民党为什么要你支持你 民众党的人选呢 因为我现在有底气 民众党现在落衰了嘛 所以未来新竹市这局 还是要看民众党可不可以釜底 所谓的那个翻身 谷底翻身是否能够谷底翻身 如果不能谷底翻身 国民党理都不会理你 好 杨议员 那听说地方大佬掌握几个 跟高宏安相关的一些把柄 是怎么回事 要逼他辞职吗 我觉得高宏安他真的是成也高油油 败也高油油 那当时候呢 他会这个顺利蓝白盒 然后又顺利当选选上 其实很大的背后就是 这些高油油 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利益共生而共存的 那现在呢 因为他一审已经被判有罪停职 所以很多案子 那包括说像一些都根案 或是土开虫化等等的 这些都还在进行中 那他对他们这些高油油来说 过去曾经协助他的 协助高宏安的他们也会害怕 那未来这些案子 曾经他给过的承诺 能不能真正的兑现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 跟这个高在正在 我觉得这个其实请辞逼宫 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手段 也就是说逼迫这个高宏安来就范 照他们就是照他们的这个计划 能不能够去兑现这些相关的一些案子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 这个辞职 逼这个高宏安自己辞职下台 这个其实对这些曾经协助 他的这些曾经是这个高油油的这群 他们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这个高宏安去兑现 我们要讲一个承诺 求拿逃牙齐齐 在那边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夜市 他其实过去因为疫情的 在疫情期间 他其实曾经是疫苗战 所以他停止营业好几年 那自从这个疫情过了之后 那当然在这个高宏安上任之后 就会有一些人他也想要进来就是经营这个地方 经营这个夜市 那确实他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一块饼 也是有一个这个利益的 那只是说我觉得这地方上的传言传闻都非常的多 那像我这边就有接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讯息 那曾经呢在这个去年 因为其实树林投夜市 他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十月底的时候就是开启营运 那当时候呢 刚好那个时候 我正在追那个社会住宅包住代管的这个标案 弊案 那有一天呢 这个我就接到讯息说 这个经营这个夜市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人呢 就被找到这个现场 而且深夜跟这个其中的一个高友友 两个人就深夜在这个地方会面 那会面要做什么 他们就被募集到他现场 两个人在现场就把两份这个文件 直接烧毁掉 用火把它烧掉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 那你这两个人烧的这个文件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呢 大家要知道说 其实高宏安 他确实会透过一些友人去经营 或是经营地方 那这个是不是说 他们是因为有 因为其实坦白说啦 这个夜市的他这个标案 其实就是市政府委外给这个厂商嘛 那他会有一个正式的合约 那你是不是又有疑似违法转标这样的行为 那你们自己在台面下 又去另外签了一个契约 这个其实是不被允许的 那当然这之间 你们是怎么去谈这些分论 这个也是会让人家起疑的 你说分论也是一个争端之一 对没有 是不是有人要更多 没有错 没有错 那也许可能 自己一份朋友一份 对啊 可能也许本来讲好都各一份 可能会不会后面又开始坐地起家 不知道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两边双方是进入一个谈判 破裂破局的一个状态 所以高宏安 他当然不会迁就于这些高友友 因为他会觉得 我现在先自保 我都自身难保 当然要先把自己顾好 可是对于这些高友友来说 对于他们的利益 要怎么样被延续 所以这就为什么 也有另外一派说 他们会希望他自己赶快下来 所以让这个进入到补选的阶段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是这个某一个重化案 那这重化案 这是一个大秘宝 没有错 你棒球没有挖出秘宝 你这块地 所以我说高宏安 他其实他整身浑身都是保 新竹最大的秘宝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 那当然说就是 刚刚讲到这个重化案 其实这个重化案 他已经沉积了将近十多年了 那自从高宏安 他去年就是上任之后 去年三月 他就加速了这个重化案的进展 那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群高友友 他们也会害怕说 你现在高宏安一审停职之后 那后续的这个重化案 会不会停下来 还是说 当然对他们的立场 他一定会是希望 你赶快 趁你现在还可以遥控 这个邱承远 还可以遥控市政府 还有影响力的时候 你赶快 帮我们 过去的承诺 你赶快处理好 那这个是对 这些高友友 他们的 他们想要的 这些利益的部分 那对于高宏安来说 他一定会觉得 我这个是我最后的 剩余价值了 我最后的政治筹码 就是这么最后一搏了 那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 风声会有这么多 都是因为 其来有因的 也就是说 这一群人 高宏安跟这些 曾经是这么协助 他的高友友 其实两边 已经进入到这个 因为这个利益 而产生的一些珍惜 产生的一些增值 那现在就是会有 这些逼宫啊 要他请辞下台的 这些声音 地主传出什么 要死大家一起死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高宏安你身上 是不是全身都是宝 真的是持续的 来观察之东 接下来来看看谢国良 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 蛮 蛮 显眼的 可是很奇怪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奇怪怎么会在这个 基隆这边 在他们 就是比如台北市啊 之类的 更有网友 在基隆在地 脸书社团发为批评 谁准你代表我们了 但蓝营全力顾量 不只看板内容惹争议 网友皮金儿 更PO文指出 蓝营社团制作图卡 批评童子伟 却将童子伟的头像 误直成 常在媒体曝光的 财机专家汪杰明 被酸汪杰明 躺着也中枪 团队到底还能多瞎 当事人也直摇头 尽管美丽岛电子报 最先民调 罢免谢国良 有39.9%的市民同意 不同意罢免的是 49.3% 蓝营基本盘 看似稳固 但近一周 谢国良天天在车站问候 又频频请大咖站台 持续热战迎击 毕竟罢免案投票率 才是最后关键 谢国良确实没有 松懈本钱 特地到基隆 声援反罢梁的 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前脚刚下车 谢国良立刻小跑步 还给了一个大大拥抱 但 不要太政治委屁 回来就是政治委 一听到不要太政治 洪秀柱停下脚步 立刻变脸 谢国良下得赶紧缓家 只不过究竟为何会面临罢免危机 洪秀柱似乎状况外 明明要反罢梁 洪秀柱却大篇幅痪住事件 就连拍合照时也出现小插曲 罢免我很熟啦 我在何时时候就被罢免过啦 眼见洪秀柱讲个不停 谢国良还一度伸手做事 要捂住洪秀柱嘴巴 下一秒才赶紧收回手 尴尬笑 而不只洪秀柱 前一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来相挺 但现场却设置意见表达区 以防遭抗议民众突袭 被议员质疑限制言论自由 这个问题问警政单位会比较适合 蓝营大咖接连相挺 但究竟有没有替谢国良加到分 成了大问号 谢国良不得了了 这一个礼拜鞠躬 鞠躬不断啦 是不是真的有效的控制住 他的仇恨值 大家开始把当前这样有好吗 我想今天市民要的 不是市长的一个问早 而是认证的把市政做好 我想谢国良在这一段期间 他不断的去鞠躬 去跟市 而且他问了什么东西 他问了市民早餐吃什么 这件事情难道真的很重要吗 今天市民希望的是说 他回归到市政来讲 你把这些早上 你愿意七点起床 去到火车站去拜 去跟市民这样的问号 这段时间 你倒不如把他好好把 回到市政上面去认识来做 可是你说这一招是谁 帮他出的主意 其实有没有效 据了解啦 应该是 一定不会是地方的民意代表 来建议他做这件事情的 应该是从国民党中央来指示他说 反正你选举都这样做了嘛 那你现在还是一样 你透过这样的做法 就是用哀兵策略 希望说这样来 让很多的一个基隆市民 感觉到他很可怜 然后回忆起他过去 然后在选举时候 刻苦耐劳那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其实 你只有选举的时候刻苦耐劳 你选上找警察 去把net的所拿掉 其实他在这个 直播的过程当中 他也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用小编 去删民众的留言 民众在网路上要问他问题 问他一些市政的问题 只要一提到问题的 小编就把他留言删掉 要嘛就是民众过去 跟他市长要想要聊的时候 他就自己把那一颗风遮起来 其实这一些的 一连串的小动作 我想刚才林一有讲的 格局小的不只是高洪安 我想谢国良更胜一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又回到 其实谢国良在最近 又有很多的一个 包含国民党有很多的作为 包含像这两天 因为朱立伦来到基隆 结果那时候 他们集合地点在哪里 就是在基隆市 我们同志委议长的家 正楼下的地方 这件事情一被爆料出来之后 他说没有啊 我不是要形成一个 政治对立的一个局面 我们马上改地点 但是你知道谢国良格局小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其实回过 回到十年前 2011年的时候 他当时在竞选 所谓的基隆立委的一个联任 他做了一件 真的是一个 鸡蛋糟糕的事情 就是 那时候他的竞争对手 叫林又昌 他在选前的一个月 居然把林又昌 竞选总部的入权 全部包下来 就是要希望说 你在竞选总部前面 你什么样的活动 你都不能办 还有这种招 结果呢 他申请了30天 就基隆市政府 那时候是张通融当市长 他合给他18天 就最后的18天 林又昌那时候 想要办任何政治的活动 或者造势的活动 尤其在自己家门口 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居然没有办法 申请到入权 真是机场了度 所以其实他庆门踏户 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最近 还有一些的事情 就是像国民党 不管是在中央跟地方 他们就是在地方 在基隆已经开始进行 所谓的联合的一个宣讲 结果在前两天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基隆市的议员 在我们的新义市场 又是新义市场 那在这边宣讲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位 跟这一件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的老太太 他只是经过这地方 他买完菜 要跟他老公会合 居然被他的顾粮志工 不小心 他们讲是不小心碰撞 就跌倒了之后 造成他头部直接撞到地板 那现在呢 就额头正面撞到了之后 他们现在还在检查说 到底还没有脑震荡的一个状况 那谢国王当下就直接讲说 他了解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他马上要派人去买水果 去问候 这个受伤的一个老妇人 但是我必须要问一件事情说 你花什么钱去买的 买水果去看人家 他人钱道歉 然后结果人后呢 国民党的一个特异组织 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就说什么 一直派出长者骚扰谢国梁市长 谁 一直派出长者来骚扰谢国梁市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荒谬 意思就是说 在基隆市走路的长者都是 某人派的吗 所以讲谈报告他就是一边 用一个低姿态的 觉得说他很亲民的这个行为 就转头又跟他的政党联合来造谣 就说这些其实只是路过的基隆市民 通通都是反对他的一个声音 所以不管是他的一个 在路上街头的一个鞠躬哈耀 或者是说他现在总统的一个作为 其实对他的整体的 这个支持度来讲的话 其实更加的一个损伤 不过美丽岛的最新民调出来了 看起来这个反对罢免的人是比较多 你们怎么解读 是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份民调 要看到他做的时间点 大概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说 像现在基隆的一个罢免案 他已经进到第二阶段的一个 查队的一个工作 那从送件开始的话 他是总共会有40天的一个查队期 那其实在当时候 他们罢粮团体 一把公民团体 一把林鼠叔送进去的时候 其实中选会那时候 就有去地方来做视察 那希望说在30天内 来将希望地方的宣委会 将所有的一个查队的一个结果 送到中选会 送到中选会里面 来去做最后的一个核被 但是当时候的宣委会总干事 张渊强他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就依法办理方 我就40天 但是为什么这40天 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其实过去在2020年的时候 跟2021年 不管是在高雄台中台北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罢免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像高雄市的时候 他第一个查队期就是30日 在台中的是24日 在台北的是27日 那为什么最后在40天当中 会有一个10天 或者是说剩余的期间 是要留下来的 重点就是因为中选会 其实还是有一些查队的一个工作 要去进行 但是谢光现在基隆市选委会的一个动作 就是要把这40天用满 然后中选会没办法处理 根本没有能量 没有时间去处理基隆市罢免 按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怪招真的很多 为什么要拖那么久 为什么要弄到40天 就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 其实谢光现在打了一个主意 就是他想要把战线拉长 他把所有的一个时间点 他就希望用到最满 然后动用的现在所有的一个市政资源 去维护他现在基本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提的 像什么宗教宫庙的一个补贴 就是他办法马上过了 他现在就赶快送钱 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争取10天 能够争取20天 尽量把这些市政资源撒下去 这才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目的 所以民调的这件事情 就会随着这件事情 随着时间点塌长 而产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也看到 如果一旦是7月份投票的时候 其实罢名案是非常 非常可以顺利 有机会来通过的 中部严宽恒一审被判有罪之后 上个礼拜我一直有跟我们讲说 严家可能未来的政治布局 你之前提到说 严利敏副议长之后 可能会接替他的哥哥 来参选立委 现在好像又有一些变化 是不是 张启臣如果是红派 当上台中市市长 何想而知谁当议长 黑派就会当议长了 那么黑派好 黑派现在副议长的严利敏 我上个礼拜里讲 严利敏本人对于来中央 或是他要选个立委 其实对严家人也不是困难 但他比较没有这样的企图 他希望留在地方 因为有时候直辖市的议员 还比立委还好用 这个待会儿静明就可以证明 那这个状况来讲 而且他不是议员而已 他几乎有很高的几率当议长 这桥子已经多了 那么这个是国民党的 一个党内的内部会不会竞争 也会 过去也曾经在 就了台中县也发生过 红派全拿 就是议长跟管长 结果就变了 黑派倒不掉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 大家策码换策码说好了 所以在这一局里面 我上年来不是讲说 颜宽衡的儿子 会循他的 循颜宽衡的例子 代替爸爸 那颜宽衡的儿子 现在目前才27岁 刘英的一个硕士 他在下一届 2028楼也刚好30岁 刚好30岁 刚好30岁 因为从来说 你上年来不是讲 我们台中市 料理想买30几岁 代替妈妈 这个逻辑相通 因为严家的家大业大 他必须经济问题 要政治解决 好了 那刚刚提到了说黑派 黑派内部会不会竞争 不会啊 上一届的前 我们议长林世昌 也是黑派的 黑派这几年 因为这个严家在两年前 从陈伯伟的罢免开始 一直到跟林靖也补选 很多事情被压出来 黑派有些人觉得说 台中怎么会都好康都冷 家大业大 你都这么好 我们其他人 怎么会比较不均好康 我问你亲兄弟就明算账了 我跟你同派系 政治是一个叫做资源分配 老大你要当领头者 你敢抢资源 你就要奔资源 你看海派的家为什么 农田水利会 农会 游会都这样 做老大奈奔资源 大家都没说话 所以在内部的一个感觉 我是觉得黑派本身也会竞争 难道一定要让你 严利敏出来当议长吗 或是其他黑派的人 我也今天喜欢 但是这里面有好玩 台中市的 有层气候的吗 还好 这不是挑战严利敏 而是挑战严金标 要挑战严金标的不在少数 我跟你讲 红黑派在台中市的议员 是红派多于黑派 你知道红黑派的议员 加起来十六七十在台中 而且黑派的议员 不到红派的一半 所以这当中你说 议长一定百分之百是 而且江其人他自己讲 其中说 其实你都说我红派 其实我比较红派的 比较红派系 那种纠葛嘛 好啦 那我们再来看 严青标 这个从政这几十年 从里长一路上 地方的议员 议长 省议员 一路到里红派 他跟你接 你要知道 会遇到什么状况 最近有的挑战 有一句说法 镇安宫 大甲镇安宫 冬催催催催 公亲辈子住 现在副董事长 电源坤 本来他要做 跟之前 红金路就会太多 结果就严青标 自己下去做 做二十几年了 这个部分 我们海线的代表 益锦龙 益大哥 他这个人就一直要 要把它援下去 还有很多人自己要讲说 宫庙 宫庙是最大的条件 除严青标 农与会之外 所以这局里面 对严家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说 这个从严宽恒的官司 这第三件的 刚刚讲严立敏 一个他的政治前途 攸关于严家未来的政治前途 好 你知道 严宽两家要出来算 要算的例位 这个少年 加上这少年出来算 有那个条件吗 有那个后面 这个整个集团 愿不愿意帮忙 或者是说 台中企业人会买单吗 相对这是对 相对原理 就是说民进党找的对象 只要能够 赢过严家 这一局 我上个礼拜里讲 在我们中部的红黑派 是国民党要靠红黑派 这个叫做地方国民党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叫地方国民党 你看朱立伦 为什么他的 所以党刚看到严宽恒 也会转弯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好 地方诸侯 那个傅昆琪 这个云莲的张家 张华的谢家 还有我们南岛的 孟文君和许舒华 朱立伦 要去跟他脱脱脱脱的 朱立伦 没想到你流霉 你做一个党主席 说是要看这个地方诸侯 你看民进党 虽然也派对 但是老大一讲下去 全部压下去 所以这一局 我们做一个小小总结 比如说 袁家在这一次里面 遇到很大的一个政治危机 鬼门开之后 中原季预备登场 号称北极龙南虎尾 被列在地方节庆盛世之一的 云林虎尾瀑布阵仗 现在曝光 延续谷礼 今年开出了八大坛 冬筛 南北中 北中 北中 我这里有一个广名公 都现在有八户 以前我们的以前传统下来 后来我们再加上广名公司 后来鼓励这个状 饼干糖果之外 最显眼的就是这一只大老虎 以虎尾特产花生堆砌起来 活灵活现 另外还有毛巾造型的大蛋糕 不过中原普渡时 许多民众也会前往祭坛 逗热闹 因此民族专家提醒某些禁忌 例如这个字 不能讲 要讲好兄弟 绝对不要讲鬼这个字 另外在法师诵经时 向空中抛洒的糖果饼干 空中你就把它接起来 就等于和好兄弟来抢食物 引来不良的这一个影响 所谓祸从口出 在感恩悦时要更加留意 而云林虎尾八大坛祭礼仪式 也将会在八月十六号封路 八大区各自摆出特色的祭品大阵仗 已经成为全台中原普渡的重头戏 拿着朱砂笔头顶上笔画 额头的正中央点了一下 农历七月鬼门开 晚间十一点 屏幕东港东南宫内 灯火通明好热闹 击满了信众抱着小孩 信徒们要排队等着 丁星做记和独称鬼门开的日子 东南宫一群古旅 迎普渡公 也会透过了鸡身 替信众点朱砂做记号 鬼门开 有人是冲着民间鬼故事行程去参加 导览员带着游客走访了台南 从姑父妈庙出发 沿着东市场 东狱殿 共七个导览景点 陈首良被封为全台最强女鬼 她的故事是清代府城三大奇案之一 陈首良在丈夫死后守着 却被婆婆小姑虐死 甚至民间相传 最后上演了神鬼斗法 在农历七月 顺势推出了搭配导览最强女鬼斗法故事 现了150人只有五个场次 免费报名秒杀而慢 也颠覆了传统鬼月神秘气氛 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居然遇到了挑战 他这么一个极权的人 有人说要这个罢免习近平了 而另一方面呢 这个洪水的问题 发布到了第25号洪灾 这是过去26年来 警戒的一个状况 其中在中国有一个村子 几乎是被灭村 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存活 湖南整个七月都在下雨 受灾户破了143万人 官方通报只有30个人罹难 跟35个人失踪 我们刚刚才讲说 有个村庄只有三个人逃出来 单单这个村庄里面 至少有个几百人 没有问题吧 你看吗 他们报喜不报忧 所以他告诉你有人罹难 但问题是人压到只有30个人 你相信吗 所以很多的逃亡到海外的中国人 就说他们不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中共一向只会把这些树木 往这个美好的树木下面这样盖而已 因为太多的话会被树木太大的话 会被追究责任 那初子之内你看那个玻璃门 玻璃门怎么可能挡得住 那个相关的水压的一个压力呢 所以到时候玻璃门 击压了以后 玻璃门击压以后 水就灌进来了 灌进来要来 对东南全部都遭遇到这个水压了 怎么被泥水冲进来了 那像这个广东的潮州连日的豪雨 花了上千亿以上人民币 打造的水利工程完全瘫痪掉 那除此之外 你看夹带大量吐石 这很恐怖 现在网路很多 中国这次水灾的画面 对不对 你看那车子 这台车是算好玩 这台车真的要去拜拜 为什么 这个白车跟黑车 一个不小心马上吐石流 整个冲下来的话 没救了 我跟你讲坦白 不可能有救 因为整个冲下来 那个力道之大 尤其是这辆黑车 那真的是天公 天公有保败 要不然整个吐石流冲下去了以后 一定会被掩埋 一定没救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 这么多的三体滑落等等 除了什么顺向波 无微博这样问题之外 其实最重要是人祸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呢 那么从去年开始 中共在习近平一声令下 说要增加这些粮食 所以要增加稻米 然后包括增加各种粮食的栽种 所以他们来一个退林还耕 为了要执行水稻上山 比如说云南就好了 为了执行水稻上山 港宽斗利 那么水稻要种在这个高山上 那又要把你这个很多的 包括鱼温养殖场 果园这些全部都毁掉 毁掉 为什么要毁掉 毁掉你才能种水稻吗 不管你种的种不种 不管 反正我的策略就是这样 上级交代 上级交代 我讲到那些就要抗下去 不管你钉子钉下去 到底兼不兼顾不管 那么他们就出动了一大堆 刚刚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 这些所谓的公安人士 还是马上来了以后 就把你整个全部毁掉 我不管你现在状况怎么样 全部都毁掉就对了 不过 那么除此之外 我告诉你 我个人非常的钦佩 但是也觉得非常的悲哀 为什么呢 在湖南的新化 又出现了 又在天桥上面出现这种白布条 这种白布条是要自由 要民主 然后还用广播 要罢免习近平 各位 这是不容易 这种精神 争取自由的精神 不是你我所能想象 你在台湾这里 发到大小时 对吧 那是因为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你要知道 过去在北京 过去在四通桥的翻版 也是一模一样 被那个人被抓到 现在到 我个人都认为 一定被凌虐致死 很可能已经被凌虐致死 你知道吗 那现在竟然在湖南新化 还敢继续这样做 你知道我们这个红布条 弄到这个天桥 广播这样放 你要知道 我讲坦白的 你要知道 如果是发生在70年前 你可以说 哇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潜伏在这个中共匪区 可以这样干 现在被抓到 那是要杀头 那是会被判死刑的 一样是水灾 而且这次中国的水灾灾情 这么的严重 习近平还在持续的省影之中 金小胖已经出来了 不过只要特别的是 他过去出席场合 要不就带他的夫人 深深的过去带他的姐妹 或现在呢 陆陆续多带他的女儿 但这次很特别 居然带了绯纹女朋友 怎么回事 金正恩他自己 跟他的这个水灾人员 搭着这个小艇 那突然那个小艇加速 你们看 稍微晃动了一下 金正恩还去用左手 剥了一下他的发型 似乎 我觉得这很像Key版 你觉得这画面 像不像Key版 这很像 但是应该 他应该还是到现场去 因为你看到 刚刚那个是有点加速 这是Key版 你说前面那个Key版 然后你看他下来 像不像Key版 替身比较可能 那你干脆说他现在下来 那怎么办 那是替身吗 替身比较 对不对 是不是替身 有可能 但是替身有像 你说这画面不是Key出来的吗 前面 刚刚你说的是前面 好像前面那个 看起来全面都是河 和那个大海一样 他难得出面 我还要怀疑他你看 而且你知道刚刚他为什么剥头发 是因为突然那个小艇加速了 然后前面有那个树枝 他只是比较垂下来而已 然后他突然快了一下 然后好像那个 稍微摇晃了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开船的那个人还在不在 你看到没有 他马上把他的这个头往下仰 只好没有注意到领导人 他就在树枝那边 等一下被树枝打掉 他掉下船怎么办 或者是他的这个头被弄乱了 所以我才说 这个开船的后面会不会被检讨 这个很难讲 在北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那你都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在北韩这边灾情算是蛮严重的 四千多栋的这个民宅 你看他那个屋顶几乎只露出屋顶 其他房子全部都一边淹没 三千多公顷的这个农田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大楼 包括公家的这个机关 这是从空中往下拍的这个画面 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幕真的很像 对啊 你自己都不能否认了 林志伟你自己讲 这是不是Key的画面 我们还是要鼓励说 他难得出去 而且朝宗社难得公布了这个画面 重点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一张这个图板 这就我应该不是Key板了 这个他上面 你看他圆圈圈圈的这个地方 这个最下面这个有一个 这个金正恩旁边坐着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并不是李学祖 不是他的正宫夫人 也不是他常常带靖太祖 最近这一年来都会带他女儿 宝贝女儿十岁的金主爱出去 而这反而是他之前的绯闻女友 也就是银河水管弦乐团 之前的团长叫做弦松乐 但是你在四茶水灾你带着弦松乐去 这就让人家觉得很诡异 我特别再给大家看这个比较小图 你看他画面也是 金正恩的体重越来越胖了 他一个人坐在一单边 你看对不对 其他人要坐另外一边 这船还是很稳的 你不得不佩服说金正恩真的是一个人 可以抵五六个人的体重 那当然我这样笑他 可能在平壤可能就要被处杰了 但是他的体重的确是国际上 他可能北韩国内也不敢不关心 因为他现在体重已经据说 飙回飙破一百四十公斤 大概台积就是两百三十 我这样讲好像在讲神猪一样 但是我就讲一百四十公斤好了 但因为他之前就爱喝酒 又爱抽烟 他跟他的爸爸跟爷爷 金正日金日成都有那种心脏病死 然后三高高血 他年纪轻轻三十几岁就有三高 到了现在四十岁出头 那还是这个样子 那据说当然当领导人会有压力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这样状况又胖回去 那南韩国旗院得到消息是说 金正日一直透过人在国外 北韩的官方一直在帮金正日寻找 有关于能够治糖尿病 跟心脏病方面的心药 他似乎不能久站 直接坐着 坐在那边有一个这个椅子就给他坐 痛风了 当然啦 体重重什么毛病都来了 所以当然这是北韩 可能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但北韩有一个状况就是被发现说 最近这个是这个北韩之前的他的劳动党的这个阅兵大典 他们的这个军队里面有一个这个火神4 这个火神4是六成以六轮的这种 然后上面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是八枚的这个发射器 他是一个这个反坦克的一个装备 然后也是一个反坦克的一个导弹 射程是15到20公里左右 最近为什么提到他 被国际注意到说 出现在俄罗斯用来对付侵略乌克兰的战场上 尤其在哈尔科夫 乌克兰的第二大城那附近 那俄罗斯为什么会有这些 你不要忘记之前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跑去找这个北韩的金正恩 哥良好了在那边把酒言欢 然后带了一些东西 反正就讲好了 所以俄罗斯跟北韩 也有人叫中国的翻译叫朝鲜 二朝同盟 或者是这样一个是这个态势是不是成型了 那以至于现在金正恩 似乎也做大了 做大的是什么 听说他下了一号文件这个密令 给所有的北韩的这个 他的一个大使馆是外馆 告诉他们的驻中国的这个管方人员说 你们以后不要再鸟这个中国大陆了 不要再鸟中国的人员 那北韩现在也下令在北韩里面 整个北韩境内 有关于中国的这个侨民 不得随意离开他的居住地 然后北韩的公民在北韩国内 你不得随意去接触这些中国侨民 也不得出入中国侨民的住了这个地方 所以双方关系有一点在 普丁防北韩是微妙的变化 另一方面来看看 这个从礼拜六的晚上开始 平安月正式登场了 在这个平安月的里面呢 很多人就说 这么是鬼门开 是不是所有的鬼都跑出来了 其实有没有鬼是一回事 但是平安月就是气氛之下 难免会让人家再挖出前知名制作人 这个玫瑰之夜最轰动的鬼话连篇 鬼话连篇那个时候 这个单元收视率是最高的吗 非常高 最高有多少 拨人头鱼那个照片的时候 是SRT11.5 11.5 是比储留箱少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刚好中秋节嘛 储留箱好像是60%是不是 是啊是啊 那你要不跟我们分享 当局最轰动的机会 好哦 我这一次特别来分享就是一个 就是当时我们播出 红小女孩之后 有观众 他亲自跟我们讲说 他是亲眼目击 红小女孩的真实案例 那时候我们节目有一个 就是零零八的单元 他寄过来 他是1998年 那他们是女性家族的人 然后在台中登山步道那边 在那边绕 然后用V8记录下来 那发生什么事 是因为一周之后 他们其中一位姐夫倒地不起 后面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 也是回身乏术 那后面呢 在办理追尸会的时候 很多人就折莲花 那也想到说 有没有什么纪念物品 就想到说 那时候在台中 有V8出来看看 一看到的时候 就看到往生那个姐夫 那时候拍的影像 奇怪 他的虎牙那边 好像长出了獠牙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 也感觉我们的队子后边 我们带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 那他把这个寄给我们之后呢 我那时候问 那个拍摄的人 她是林家的女婿 她是吕家的女婿姓林 她说那时候我就打到我的队子 我没有发现到后面 夾那个女孩 另外我全部的家众 也没有看到那个女孩 后面呢 我就决定说节目制作单位 一探究竟 来到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的角度 同样的步伐 看看能不能拍出那个獠牙的感觉 但是都拍不出来 那我们就进入到田野调查 就拿那个影像 那有一个国小他非常热心 他就说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不是播那个联播的电视吗 他那时候就把他播出去 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01V8 我们是采用斜巡的状态 因为他太明显了 结果呢 有一个 可能要斜巡红衣小女孩 对 那时候不知道那么恐怖啊 那时候只是想 你要讲他是01V8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证明他是个人 那除非证明不了他是个人 举例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小三的一个小朋友 跑过来 他说报告老师 我上周我看到这个红衣服的小姐姐 他放学的时候走在我前面 我就跟他走一阵子之后 他就突然不见了 他就跟我们讲 另外呢我们就把那个影片 输出成A4的照片 问在地的阿伯阿伯 他就讲说 他这个多少人 另外这个孩子怎么好像怪怪 我们把这一段播出去之后没多久 我就接到高雄一位陈先生 他跟我说他亲眼目击到 因为有一次他在宴族 高雄那时候 他在开货车往山上走的时候 他奇怪 他怎么刚才一个转弯 招出一只货车 但是他发现很调诡的事 那天是下雨 他在后面 过去水盖了 是不是要噴水出来 但是他发觉说水噴不出来 他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就塞下沸想要抄车 就看到副驾座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孩 出来跟他招手 他就想说这个女孩子看起来 瘟瘟瘟 怎么看起来像阿婆的动作 然后联络好之后 我们就说 那个陈先生你要带我们走一趟 在车子哪里出来 你要拍给我看 然后另外在哪里招手要告诉我们 最后他那个车子是怎么样呢 那个他就听到说打洞啊打洞啊 然后轻一下就卡在一个坎 那一个阿伯出来 给他弄车窗说 年轻的你很好奇的 你下去就绞绞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他重回现场 我们在他卡住车子的那个地方 旁边有个小的竹林 架了一台V8 然后一行队友就往上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事情 就找到了那个阿伯 那时候来救他的阿伯 阿伯说 对啊 那个地方有什么车 都卡在那里 他常常堵住 另外有一些情形 好像不太好的人都在那里落下 最重要的一点 很几年有一堆男女殉情在那里 不知道有关系吗 他说到这里没多久 那个风云变色 天气突然 如果以科学角度来讲 那叫塞白虎 但是风吹得像风太 他们就撤下来到原本的地点的时候 发现那个竹林也倒了 我们摄影机也倒了 你知道吗 那个小城看到那个状况 他想说这是红衣小女孩 还要来找一个麻烦 他就说他不录了 不录了我们就反正前面也有拍了 那我们就慢慢也往下走 那就到一间董公真仙的庙 先请了一个福令给他带 他才安定下来 但是你知道吗 他就说他不要再接受我们采访了 因为他之前就是因为看到小女孩之后 他就觉得他很運气很不好 第一他头路已经没了 第二他没给他离婚 所以后面他把电话改了 从此人间蒸发 看一下中国 中国现在经济创造出大问题 甚至连银行也出现了倒闭潮 不只是一个礼拜倒了40家 甚至有专家认为说 全中国3800多家的小银行都有危机 过去全世界股市都在涨对不对 只有中国在跌 那现在全世界股市开始跌了 那中国会怎么办呢 先跟各位谈 中国也不会补涨 发生什么事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副总 他叫董国群 上班上到一半 突然间所有的检掉进来 直接抓走 那先跟各位谈 上班上到一半被抓走 这一定是大罪 然后上海最大的一个券商 这个叫上海海通券商的副总 他叫江成军 他在江成军呢 最近突然间他也辞职 可是辞职之后 大家都发现这两个人 现在都在监狱里面 那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呢 很简单嘛 一定是违法乱纪嘛 然后还惨到什么地步呢 海通证券居然有高官 一定是护照有问题 跑不掉了 所以他居然沿路 从云南边境要跑 各位从云南边境跑 就是所谓的往金山 往所谓的缅甸 或者是往整个辽国那边跑而已嘛 那还发了什么大罪 这种高官呢 那种手脚都很娇贵 还要从那边跑 各位都知道很惨 可是中国现在的银行 非常非常麻烦 来跟各位说发生什么事 最近中国的一个银行 特别是在那种 所谓的三不管地带 中国有很多地 中国很大 很大 大到什么地步呢 东山省三不管地带 很多那种所谓的乡镇区 湖南 四川 贵州 这个都是三不管地带 最近居然有民众包围门口 要求什么呢 快快快快 开门啦 结果大家看得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中国的八大行之一 中国农民银行 那中国农民银行呢 怎么会所有的群众都在外面呢 各位你去想 你的钱都存在银行里面 银行有一天早上不开门 你不急吗 当然很急啊 原来这个是中国农民银行的长存分行 突然间倒了 他就说倒了 所以中国金爆在一个礼拜之内 有40家中小型银行开始做合并 或者是在做整个倒闭 那简单的说 为什么会合并跟倒地呢 现金不够嘛 钱跑到什么地方去 不晓得嘛 那还有一点 整个中央的监管是一定不足的嘛 那现在专家说 40家只是一个小菜 为什么呢 未来会有3800家的小银行 存在着存款不良的状况 目前总资产超过的 6兆6千亿的一个人民币 不良的资产是 3200亿的一个人民币 那现在经济学人就说 中国现在正在做一个 加速的一个清理当中 可是这个加速的清理 让大家会怕 为什么会怕呢 居然有银行一次出来 就说地方农会对不对 一次一家大银行并30家 我先跟你说 那一个人要叫一个就很困难 一个人去叫30个 到时候去就拖下去 那要怎么 各位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呢 不良的银行合并 会不会变成更大 更糟糕的一个银行 这个时候我们又来谈 中国的山东 山东目前是中国第一大省 为什么呢 因为四川本来是最大 四川重庆最大 他们把它拆开 山东目前单单人口 就一个亿 可是山东有一家银行 叫恒丰银行 他们之前的老板叫蔡国华 这个蔡国华很糟糕 为什么呢 他居然当上了 整个银行的董事长之后 三年就贪污100亿人民币 各位就是这么扯 三年就贪污100亿人民币 而且他这个贪污什么都贪 我们现在看这条皮带 他特别花了21万8千块的人民币 打造了一个黄金皮带 这个黄金皮带他就说 你们带那个什么 什么法国H牌的 L牌的 那都太浪费了 那个都没有 大家都买得到 我这条是自己做的 然后他把45亿的资金 汇到市场的户头之余 去香港 去上海 去北京买别墅 然后更夸张的是 他一个月的花费 40万人民币 每一天 每一天就花40万 比方说 就是每天就是喝什么的 然后把什么什么 最漂亮的女明星 全部都叫来就对了 但是想不到 他虽然背叛死刑 但是各位也没死 他是说死缓 中国是怎么样 判死刑 死缓两年 然后超过时间之后 是终身监禁 他们的终身监禁 不能假释 终身监禁是不能假释的 但你继续想想看 一间银行 可以有一个董事长 一天要花40万人民币 在吃吃喝喝的身上 这种银行 能不倒吗 真的 这个全是乱花到了 荒唐的一个地步 好 这是山东的 这个银行董事长 总共A了 103亿人民币 郑州有一个 医院的院长 他是被抓到的时候 是A了27亿的人民币 好 医院就是要救人的 但中国现在发生了一起 大肆引发大家的讨论 有一位中将 他早上出车祸 结果他因为运动 没有带任何证件 没办法证明身份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带 就是撞他的人 还愁了5000块钱 要帮他治病 结果活生生 说不治就不治 在中国 你只要没有钱 即便送到医院 一样是完全就不治你 有这么离谱的事吗 你刚刚讲了说 这个中国在这个医院 存在着很多的这个肉席 难不成 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塞红包 医生才肯救人吗 还真的有 被人家踢爆 不信你可以看一段这个影片 这个是有中国的病患家属 他看不下去了 跟医生杠上了 他要很有勇气 爸爸在医生的手头里面 手上 如果你到时候怎么样 他不救你爸 或把你爸弄死怎么办 可是这个民众就很有勇气 你看这个信理的医生 你拿这个五千块人民币 因为他这个病患家属 带个五千块人民币红包 然后再加上五千块人民币的 这个一些烟酒 去送给这个医生 那这个理性的医生就说 我们上面两个领导 一个人就要两千块 你看你送这个五千块太少了 他就直接讲太少 不过等于这个医生 收了红包还要上缴 对 还要上缴 他说他上面两个领导 一个领导就要拿两千 所以他也讲出来 所以就是层层的 这样的一个收惠文化 然后这个病患家属说 不然我下次再带多一点土产 特产来 人之常情 大家都这样子送一点礼物 然后他说你不要 你这个烟酒也给我拿回去 然后所以你在中国 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这个 在传闻在这个看医生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个大手术的话 你起码一个医生 两万块人民币跑不掉 麻醉医师就要八千块 都是人民币单位 那如果是小手术的话 医生也要一万 那如果是麻醉医师 也要五千 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刚刚你讲的那个 一个医院的 工人医院的医院长 这个是上小明 他们2022年 他这一家工人医院的这个 整个业绩啊 整个营运的这个 所赚的钱 就是21亿人民币 但你知道他摊了多少 27亿啊 比医院赚了21亿还多6亿 用25辆装 那个运超车 才可以装满来哦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么夸张 然后而且他在北京 还有在这个和其他的这个海南三亚 这些地方 还有唐山 这些全部都被抄了 这就是这个医院院长 可以谈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也有一个医院 被称为恶魔医生 这个医生叫刘祥峰 在大陆算是一个名医 那为什么 后来为什么被称为恶魔医生 就是说他会把病患的这个健康的一些器官 比如说肝跟胆给摘下来 然后故意在里面这个注入这些香油 我不知道他注入这些东西干嘛 然后而且他会把这个补属于病患的 比如说肾结石胆结石 在开道的时候把那个结石塞进去 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谎称说这个是病患家属 病患身上的 那你在照S官 或详细的检查手术前 你就知道了嘛 然后他还会要病患 还有病患的家属 去买一些这个补给品 明明都是二三十块的 他可以卖到五百块人民币 一千块人民币 后来也被踢爆了 这个也是这个有名的这个名医 结果没想到 他的心肠却如此之坏 也难怪在中国大陆看医生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打听清楚 万一碰到这种恶魔医生 然后收贿的院长 或是要拿红包的医生 怎么办呢 这是中国医院蛮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问题 一个一个浮现出来是蛮多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有人要主张统一 我真的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玫瑰职业制作人 今天冒着生命的 我想跟我们讲说 我觉得算了 因为你制作这个节目 居然遇到很多惊险的状况 连你自己都差点赔上去 真的是这样 玫瑰职业鬼话联片 其实早期都是宣传艺人 其实我以前都看完你们 鬼话联片才睡觉 真的 太好看了 胆子大 那时候早期是宣传艺人来讲故事 后面也记了一块石头的照片 他说那是石头宫 我们都没办法证实 后面我就请教一位 我们的灵学顾问 老师说呢 他们庙里面刚好有信徒 拍到不干净的照片 他放在庙里面 那个比较具体 我说那提供几张来给我们做单元 就叫做灵异照片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录那一集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录 所以录得比较晚 大概收棚11点多 那一收棚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今天应该感冒了 因为傍晚那时候就不太舒服 但是你拍完之后 录完之后 那个照片要怎么办 因为那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禁忌 就不好意思 请同事送回去 我自己状况也不太好 那我就心里想想说 自己负责 那个鬼话联篇 但是连四张联异照片 你都带不回去 我整天不要做 但是我想说 好了好了 不然就带在包包里面 那我从台市的 那个巴德路到北头 骑机车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那时候十一点多 大概十二点会到 那隔天早上九点多 痛得脆起来 它是由远而近的那种痛 痛起来之后 看这枕头上面怎么都是血 第一时间我想 枕头都是血 都是血 其实是摔车 我觉得那是血 这谁的血 那时候真的会这样想 我是谁 现在在哪里 那种昏倒的 真的会有这种状况 后面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说 我自己的习惯有写笔记 我就从那个包包里面 那个摩擦过 地面摩擦过的包包里面 拿出了那个笔记 发现昨天就是 民国八十三年 元月十二号 零一照片第一天的录影 那那时候实在太痛 就赶快到赶到外科去 那你知道吗 那种摔车在这边 摔车之后 你没有马上处理 那个会长出肉牙来 所以他就没办法缝 回到家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说 早晚三点 你准备回来 坐在那里 桌上的一直吐大气 我就叫你早去睡 那我这想说 奇怪 十二点原本应该到家 到三点才到家 那中间怎么了 那个是失忆的 隔天我进公司 第一个时间 我就请教一位通灵老师 我说老师 怎样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这可能 你住没清洗的东西回去 我说甘美人一照片 他说是 头一张用念的 电话 第一张不是 第二张不是 因为是第二张都算神机 他说就是这张 他这张是什么状况 他这张是一个车祸的废墟 那么他说是中间的这一位 应该算是女士的关系 那这一张照片 其实比较接近是像那种 现场车祸的废墟罩 我说我跟他没在家 为什么他要找我麻烦 他说不是这样说 一般意外往生的灵魂 如果没有得到超度 其实非常痛苦 就像溺水的人 你只要有东西可以抓 他就牢牢要抓住 所以说你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也就卡到你的身上 让你觉得好像是感冒 回家的路上 他就一直在伺机而动 多等你们都精神不尽 前天录影都要熬夜 回去的时候 看到一部急死的车 他就煞你去看 都看会怎么办 但是我们还是有反射动作 方向盘把他挽回来那时 把手你就摔到地上 等于说轻微脑震荡就昏倒 但是我说中间 为什么我停留三个小时都不知道 他说那时分析你后 要不要我们下去 太怕了 一周之后 这个灵异照片就爆火 好 节目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们邀请您随选随看 扫描下方的QR Code 连结到金爆新闻线 这个YT频道 请您订阅 请您按赞 开启小铃铛 当然更欢迎您分享给朋友 Ruth 我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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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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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